这个太古毛利球斯的特级天然元糖 其实应该有名叫Muscovado 就是Maurices的第二糖 在毛利球斯是种很多甘蔗 只是毛利球斯的糖才叫Muscovado 因为去过毛利球斯喜欢这个地方 所以特别喜欢Muscovado的糖 另外这一种是韩国出的Brown Sugar 这个很便宜的 这个是1kg 就是好像20-30元 这一包800g要40元 一款Muscovado的糖 我现在先看到原来是light 有这款的包装 那么奇怪 那么多款 都是light 这一款也是Unrefined的Raw Sugar 但它没有说明是哪里的Raw Sugar 就这样元糖 我也有试过买这一只红糖 我来冲咖啡 但是很奇怪的味道 效果出来一般 其实我也不知道 它为什么叫红糖 好像很中式 Caramel的Granolated Sugar 我就真的不知道如何推荐你 因为Caramel的意思是 它将它加热 去热它 糖 因为是carbohydrate 它是碳水化合物 它这样烘它 就会变成啡啡的色 它们叫金黄色 总之这些 它没有说它是Raw Sugar 假设它就是白砂糖 可以避免的话 自己就不要买这些白砂糖来吃 为什么呢 有矿物质 它有铁质 这些东西都会令它是红红的色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有麦芽糖 这些在树里收集的是什么呢 这些就是maple syrup 看到这么麻烦收集 都知道价钱所以不便宜 白砂糖有它存在的必要 因为这些白白色的面包 这些白白色淺黄色的蛋糕 如果用了Raw Sugar 它就会有一股 啡啡黑黑的颜色 白糖糕如果用了原糖去做 就变了啡啡色 我们接受惯了这些都是淺色的东西 就不可以放黄糖或者圆糖去煮 乞日露一向都是白酸酸 对吗 如果放了圆糖下去 那大家就会好无关 如果自己在家煮 不是因为做生意的原因 那尽量都是用圆糖 饼干薯片 威化饼 这些全部都是用白砂糖 加工合成的食物 都不用想的了 多数都是白砂糖来的 白砂糖和圆糖最大的分别 就是白砂糖是精炼的 那这些圆糖和黄糖就是没有被精炼过 那精炼了的白砂糖 一吃下去就会给身体吸收 那它也不需要像黄糖 这些圆糖就慢慢消化 和慢慢用时间吸收 那一吃了白砂糖 它就会很快吸收 接着很快就吸收完 它会造成一个mood swinging 你突然之间呢 这些圆糖就抽得很高 那你很振奋 很开心 突然之间吸收完了 那便会急跌 那所以呢 那人就会突然之间 情绪很低落 情绪经常变化很大 一时开心 一时很失落 未必是性格问题 那可能是食物 里面的白砂糖影响你 就是因为 维仪倒数的抽高和急跌 那倒转呢 吃这些这样的圆糖 因为它里面有它的minerals 也都有其他成分 那便要慢慢去消化 才能吸收到 所以当它就来消化完呢 亦都是慢慢升 又是慢慢降 所以情绪会稳定很多 出来餐厅吃饭 就当然白砂糖了 面包西饼呢 就更加不用问了 全部都是白砂糖的 朱古力这些东西当然是白砂糖了 那自己在家呢 就可以尽量用完糖了 如果我知道那天会出街喝咖啡呢 我就会自己带完糖 希望你赞这个视频 和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